秋風週報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週報的時間啦 這禮拜 有一件大事 就是 ARK在這個禮星期 完結了 我和鬼鬼巧克力 連載了 破百集 應該算是所有系列裡面 要玩最 最多集的一個系列了 那 破百集不容易啊 我們已經 挑戰結束了 該完成的 應該 雖然還有很多事情 在沒有在遊戲裡面做到 就是可能去看到什麼新的恐龍 收復一些新的恐龍 或是探索一些雜七雜的地方 不過大部分的事情 我們都做過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系列也可以算是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當然過程中有很多 經歷很多次的影片 壞鬼啊 影片沒有辦法出啊 之類 雜七雜八的 不管 總算是在 連載了一年多吧 從去年的 十月還十一月連載到現在 總算是完結了 那這個禮拜呢 除了 ARK 完結之外 還有一個也完結了 就是 十人巨嬰 呃 我 剛玩的時候我就知道 這款遊戲不會很長 那 故事劇情也不會很長 因為它 他們 呃 製作團隊本來就不是 不是做 那麼長遊戲時間的 東西 而且 動作解謎遊戲本來就不會弄得很久 所以在 我開始玩之前 我就會知道了 嗯 這麼早破關 我也 我也不意外啦 呃 我從頭到尾 大概玩了 十四個小時吧 那 還不 還不當我卡關 如果我沒有卡關 就是 馬上就知道它要我做什麼 所以 第二遍遊玩的話 應該會更快 應該 我覺得這款遊戲 大概八小時就玩完了 八小時 認真的玩 大概 真的 一下就玩完了 我玩十四個小時 我第一次玩十四個小時 中間卡關 那些 不聽話 劇音不聽話的時間 扣扣掉大概 大概 大概 真的會快一點 真的會快一點 大概 主線故事大概 真的八小時左右 那 嗯 畫面那些都算蠻好的 那 嗯 香味內容我也不多講了 我以後可能會 比較常拍那種 呃 就是遊戲類的可能就是 先拍直播 然後事後剪精華的模式 然後慢慢 出給各位 如果你有時間 你可以來追我的直播 那 如果你那個 追直播的那個時間 你可能沒有辦法看 你可以看事後的紀錄檔 再不然你可以看事後的那個 呃 剪輯出來的影片 我覺得其實都 都可以 呃 其實有些遊戲 私下錄影 其實會玩的比較慢 像我的 核心肌群 玩到現在 也才 播四集 被大家覺得都好像中段連載了 其實不是中段連載 是我 最近真的沒有時間玩 那個 俠客風雲傳 前傳 也是連載緩慢 進度緩慢 然後導致 觀眾沒有辦法凝聚 我覺得如果像直播 一口氣 我 能夠一口氣玩完 那 事後再慢慢剪 好像也可以 也不是一個方法 因為 就算 我沒有時間全部解完 就算你 呃 我遊戲已經玩完了 你很想知道後續進群 你可以去直播台 馬上把後續劇群追完 那如果你有時間 慢慢等 秋風直播 你就可以慢慢守在 秋風的頻道 這樣也不是 就是 呃 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會好好考慮 就是以後的遊戲類 就比較偏直播的方式 嗯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那 秋風的頻道 可能以後你們來看的時候 遊戲和 真人實況 可能我就會 比重會差不多 搞不好各半 甚至 你會看秋風 坐在鏡頭前面 跟大家聊聊天的時間 反而增加了 如果你喜歡聽秋風 聊聊天 或是聽秋風 抱怨人生 抱怨人生 或是聽秋風在這邊 喇雞賽 都可以來 秋風 秋風週報聽一聽 秋風會 每個禮拜 看你們想 呃 跟秋風聊聊什麼議題 就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就會挑一個議題 然後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發生的議題 或是 發生的大事 或是 你們對社會 不公不義的事情 有所 另外的想法 秋風們都可以在這邊 先 講述我的看法 只是單純 講述我的看法 不是講說 我的看法 就一定是對的 那 歡迎大家留言 在下面討論 那 明年的週報 可能就不只有講 秋風的大事 就可能是講 真的講秋風的大小事 甚至是講 社會的大小事 有沒有覺得 唉唷 事件變開闊了 那個很多人會問我說 因為到 歲末年中了 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秋風 明年還有沒有 明年還有沒有 什麼什麼什麼 明年還有沒有 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會沒有 我反而要問說 為什麼明年沒有 週報為什麼 有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明年沒週報 誰跟你們講的 誰 叫他出來跟我講 誰說明年沒週報的 誰說明年沒UHC 誰說明年沒Building Game 誰跟你們講的 到底是聽誰講的 不要亂講 不要道聽途說 秋風沒說的都不算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 下個禮拜 繼續收看秋風週報 我相信我每一次 秋風週報的時候 應該都會講這句話 請下個禮拜 準時收看秋風週報 每個禮拜日 秋風都會拍秋風週報 記得準時收看 你隔壁的親朋好友 沒有看的 也推薦他來看 好不好 了解秋風一週大事 我們這禮拜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